本节目由VQVlog的模板店铺独家赞助播出 哈喽,小伙伴,欢迎回到这一期的VQVlog 之前有很多人问过我 Fusion中有两个看起来特别像的节点 Time Stretcher和Keyframe Stretcher 这两个到底可以干啥?又有什么区别呢? 今天我就与自己对这两个节点的大致认识 来和大家分享一下 首先,这两个节点除了名字像以外 其实没有任何关系 Time Stretcher时间拉伸更像是Time Remapping时间重映射 什么意思呢?我们来举个例子 比如在时间线上有这么一段素材 我们右键进入Fusion 然后选择Media In节点 按Shift加空格输入Time Stretcher 创建时间拉伸节点 默认情况下它会自动在当前时间点上打一个关键针 这个我们并不需要 所以转到右侧检查器 双击语言时间 重置取消掉关键针 然后我们手动滑动这个波轮 可以看到通过它我们可以直接控制素材的播放 滑动速度快,播放就快 滑动速度慢一些,播放就变慢了 反过来滑动还可以倒放 而后面的数框里的数值,大家要注意 它是语言素材的帧数,而不是当前时间线的帧数 诶,那如果你现在还不太理解,没有关系 这就来看一个具体例子 我们在第50帧的位置打一个关键针 将原时间改为0 诶,这就表示在50帧的位置播放原素材0帧位置的画面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反应过来呢 那接着我们再往后推20帧 在第70帧的位置再打一个关键针 将原时间改为200 也就是用这2帧的时长来播放原素材 从0帧到200帧的素材 想想会发生什么呢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往后推200帧 在第270帧的位置再打一个关键针 将原时间改为300 那么完成以后我们来播放看一看 可以看到画面先是静止的 然后立刻加速 最后会变成声歌一样的慢速画面 不知道符不符合你的预期呢 那这个就是时间重映射 将原素材按照我们设置的关键针 重新映射到当前时间线上 如果原时间长于我们映射的时长 那它就是快放 反之则会变慢 那肯定会有小伙伴发现了 这不就是剪辑页里面的变速吗 大体是差不多的 但上面分享的也只是Time Stresher节点 其中的一种用法而已 下面分享的则是在剪辑页里变速 做不了的事情 那这里我提前做了一个文字的缩放动画 动画的70帧是0 结束帧是20 那大家先记住这个帧数 接着我们选择Text的节点 复制 然后返回剪辑页面 我们将刚刚的那段素材长度调整一下 来模拟一段裁切后的素材片段 然后右键进入Fusion 此时可以看到素材的70帧已经不是0了 这也是我们在剪辑页中最常见的一种情况 接着粘贴将刚刚的Text的节点复制进来 然后合并到主线上 看到了吗 文字动画没有了 这是因为当前时间线并不是从0帧开始的 而动画的起始帧是从0到2帧这个范围 所以我们就可以利用TimeStretcher 将动画重新映射到当前时间线的范围里 那该怎么做呢 我们选择Text的节点 按Shift加空格 创建TimeStretcher节点 然后先双击掉原时间线上的过日关键帧 我们在时间线上找到一个合适的位置 在原时间上打一个关键帧 数值为0 接着往后推20帧的位置 再打一个关键帧 将原时间改为20 最后我们来播放看一看 动画是不是就又回来了呢 同时我们也可以在后面使用相同的方法 将动画从20帧再映射回0帧 这样我们就在并没有制作出场动画的前提下 通过映射的方式实现了反向的出场动画 看到这里 不知道大家对这个节点 有没有一丝丝的印象了呢 而TimeStretcher节点的使用技巧 也不仅仅限于这个 在VQVlog的免费合集当中 抽针效果就是使用了TimeStretcher节点实现的 非常非常有意思 制作方法就不赘述了 大家可以直接去下载研究研究就行 好了那以上就是TimeStretcher节点的分享了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KeyframeStretcher 嗯 共鸣思义 它就是关键帧的拉伸 而这个节点我99%都是用在了模板长度自适应功能上 比如还是刚刚的那个Text文本 我已经添加了一个出场动画 来在第30帧到50帧的位置 我们先回到简介 现在我们能看到动画播放只停留在开头的部分 后面就没有了 那我希望用KeyframeStretcher节点 让动画铺满整个片段 也就是让出场动画分别处在片段的开头和结尾 中间就保持静止不动 听上去是不是还挺复杂的 其实做起来很简单 那这里我们选择Text的节点 按Shift加空格 创建一个KeyframeStretcher节点 接着转到右侧 这里的圆开始和圆结束 表示我们希望设置的目标范围 通常我们都会设置动画的完整播放长度 比如这里动画是从0帧开始到50帧结束 所以这里就设置0到50 那下面的拉伸范围 是你希望把时间线上的哪个部分做拉伸 那这里我们肯定是拉伸静止的部分 也就是从20帧到30帧这个范围 所以我们就填20和30 OK完成以后我们来播放看看 诶可以看到 入场动画结束以后就一直是静止部分了 也就是被拉伸的部分 一直到最后是出场动画 那我们现在回到剪接面来验证一下 可以看到我在拉伸或者缩短片段之后 动画都不受任何影响 都能完美地铺满整个片段 那出入场动画也会保持在开头和结尾的位置 诶那还有一种情况 我们可以拉伸整个的动画范围 比如这样一个圆形动画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关键帧范围 是从0帧开始到30帧结束 我们同样在它后面创建一个 Keyframe Threader节点 然后将圆的开始和结束改为0和30 那拉伸范围也改为0和30 那这个时候我们播放看看 诶 看到了吗 动画非常流畅地铺满了整个时间线 那我们再回到剪接面 可以看到这样一个动画 我们可以直接通过片段的长度来控制速度了 希望慢一点的话 我们就拉长一些 那如果希望快一点的话 就缩短一些 那这样就再也不用去通过修改Fusion里面的关键帧来控制了 那这种方法尤其对这种循环动画非常的好用 好了 那以上就是关于Time Threader和Keyframe Threader的分享了 关于这两个节点 我觉得肯定还有更厉害的用法和技巧 也欢迎各位小伙伴在评论和弹幕区分享出来 我们来共同学习一下 OK 那这一期就先到这了 如果你觉得今天收获了一丢丢的话 记着 查点点赞 关注和订阅我的频道 也可以今天搜索不完 支持一下频道的发展 那我们下期再见咯 Peace